眉毛它是像姐妹 它不會永遠是雙胞胎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的眉毛的毛髮量不夠多的話 液態美衣是最好最好的選擇 我今天要來分享我的化妝箱裡面的一些特別小物 提到收納呢 我個人是一個收納控 所以我喜歡我的化妝箱是看起來永遠都是整整齊齊 身為一個處女座的我 我很喜歡我的任何東西都看起來非常的整齊跟乾淨 所以我在收納有個人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小廟房 我喜歡把任何東西都分成別類 例如說我有完全是眼部產品的箱子 我有是全部筆類的盒子 甚至呢我也會把所有的粉底液 全部都裝在小瓶子裡面 因為我常常會碰到很多各式各樣的膚色的人種 甚至各式各樣的皮膚狀況 然後我也會選擇不同的商品 然後甚至我也會把所有的口紅呢 分門別類放在小盒子裡面 原因是因為這樣才能讓我方便攜帶 我每次回來台灣的時候我發現台灣女生在化妝的過程當中通常有一個很大的痛病 就是她不會認真的做保養 他們都認為我只要妝前乳上一上我就可以出門了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很多女生都會有脫屑 所以皮膚脫屑或是乾皮甚至容易脫妝的現象 原因都是因為她沒有認真的把保養做好 所以我通常會很建議喔 妝前保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上妝前會有一些皮膚的狀況啊 或者是皮膚過敏啊 或是一些皮膚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保水度通常都是主要的原因喔 所以我非常推薦呢 像3的這樣的化妝水可以增加皮膚保水度 很像你喝完足夠的水之後 其實身體狀況也會變得比較強壯 所以我會在皮膚拍上兩到三次的化妝水 讓皮膚有一種晶瑩剔透的感覺之後呢 如果不夠的話我才會增加一點點乳液 來增加皮膚的柔軟度跟彈性 我第一樣商品想要推薦的是護唇膏 跟Asob的控油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很喜歡那種一樣多功能的商品 所以如果我真的可以只帶一樣商品出門去拍照的話 我其實非常非常喜歡護唇膏喔 因為其實滋潤感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每一個女生啊 嘴巴如果漂亮講話就好像很得人痕 然後呢你也可以放在眼皮上啊 或是夾彩啊 讓皮膚的光澤很像剛去做完雷射的效果 然後呢真的很喜歡這條Oil Control的商品喔 如果她是一個痘痘肌膚的女生 或是她已經有點破掉啊 然後有點狀況產生的時候 你把它敷上去 後面都會讓我更容易的上妝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眉毛 如何畫出一個最漂亮的眉毛 又讓人家覺得你好像是天生的自然眉呢 其實我會蠻推薦兩樣的商品喔 一個就是眉筆 我其實非常喜歡用眉筆來勾勒眉毛的形狀之外呢 我們常常會發現你會有兩邊不對稱的的情況 但是我永遠都會告訴每一個模特兒 眉毛她是像姐妹 她不會永遠是雙胞胎 所以記得永遠要先勾勒出她的形狀之後 再用像這樣的液態眉液 來增加眉毛的線條感以及毛流感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的眉毛的毛髮量不夠多的話 液態眉液是最好的選擇 這次我回台灣過年的時候呢 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呢 我發現幾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小商品 然後我讓我最近非常喜歡使用喔 例如說其實我很喜歡那種 尤其我在拍雜誌的過程當中 我很喜歡那種看起來很有神 可是沒有太大量的睫毛膏 但是尤其在睫毛根部刷出根根分明的效果的睫毛膏 像這樣子的刷頭它是非常極小 然後又很容易讓我刷到局部甚至重點部位 所以我很推薦像這樣睫毛膏來刷出那種 很像韓系般的那種根根分明的效果 第二個商品呢其實我非常喜歡 尤其我常常在畫一些看起來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柔和的妝容 可是我就想要讓整體效果 看起來比較時髦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推薦像這樣的眼蜜喔 它只要輕輕的上在你的眼皮上面 然後用你的手暈開 它就可以達到一定的立體效果之外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顏色 來做混搭 來達到一定的層次效果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個人個人最喜歡的一個商品 就是香奈兒的聚光棒 包括我今天連自己的妝容 我上面都有打了很多的聚光棒 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皮膚看起來非常水潤透亮的質感 很像新生兒般的光澤感 我都會稱它為燈泡機 所以呢其實像這樣的商品 你只要局部的按在手上 然後輕拍在你想要提亮的位置 就可以讓你皮膚創造出那種 發光很透亮的韓系妝容 我每次出門的時候 我其實最害怕沒有帶到的商品 其實是我這條B5 因為我經常飛來飛去出國 就因為工作啊做秀啊 或是到各個城市不同去拍照 如果我發現我的化妝箱裡面 我的B5用完的情況下 我會很擔心 因為其實我皮膚是一個比較容易過敏 還有我常常遇到很容易過敏的模特兒 所以如果想要加強保濕 或是皮膚有很容易過敏現象的人 其實B5是我最推薦的 而且它是最萬用的 你可以擦全身 你可以擦全臉 甚至你可以擦手跟腳 你知道常常我需要到各個城市不同去工作 所以我通常很在乎現場的磁場是怎麼樣 或是我遇到一些比較 情緒比較容易起伏 或是高昂的模特兒 其實我會在現場噴一些噴霧 來讓整個氣場看起來更加的柔和 甚至讓身心是比較舒緩的 所以噴霧對我來說是最特別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商品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到下面去留言 然後記得訂閱Vogue台灣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